老伯伯拿起羽球拍 不管是蹲下挥棒都伸手矯健 不輸年輕人 他是高齡99歲的林老伯伯 曾經被認證為 金氏世界紀錄最年長的羽球選手 為了疫情關係 就從5月開始 就閉關在家裡 結果在家裡一個月以後 就感覺到一天一天 沒有力量 體格慢慢瘦下來 因為疫情林老伯伯 好久沒有活動生子 直到去年8月 他重返球場時 發現會胸悶氣喘 那個瓣膜如果避所不全的話 血液就會在我們心事 跟動脈之間來來回回 會造成心臟的負擔 所以他最主要的症狀就是 體力會變差 容易喘 那嚴重的話可能會胸悶 胸痛 甚至暈倒 如果有類似的症狀的話 其實他一年的存活率 大概只剩下一半 邦林老伯伯照超音波 檢查出他的主動脈半 感慨化 嚴重狹窄以及 閉鎖不全 特別的狀況就是 他是年紀比較大 然後他的身體 這個比較 就身體是很健康 但是他的血管比較彎曲 擔心傳統手術風險高 最後決定用心臟瓣膜置換 去年11月第一次手術結束 最終檢查時發現瓣膜的位置偏低 又再進行了第二次手術調整位置 出現以後每天照規定來吃 吃了三個月以後果然可以還要重新回到我們羽毛球 林老伯伯說體力恢復到了90% 今年5月還報名了羽球賽 數後成功返回球場 除了參賽還拿到冠軍 又再創下另一個世界紀錄 其一位新聞拉床 林蔡台中藏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